本席的修正动议 那是因为行政院所提的版本呢 屡次在大会里面呢被阻挡 那么所以在情急之下 所以本席呢提出了修正动议 那么本党团认为民进党所提的非核家园推动草案呢 使有这个法律的这个禁核的问题 也是跟我们既有的这个相关法呢 多着重复 那么只根据非核家园的推动 那么根据我们环境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 以规定政府应订定计划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 那么整个潮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必须要在确保国家总体利益及全民的扶持之下 来订计划来推动财势 那么我们规范政府部门来订这些相关的计划 这些计划必须要有整体性 需要能够确保这个能源的安全以及稳定 所以这个计划的推动 单单只是为了所谓的非核家园 是不够周密也不够负责的 所以我们非常赞同行政院所拟的这个法案名称 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园推动草案 我们可以试图看